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看着自己身边烽火连天 怎么就一直没有动作呢 如果韩国这支生力军忽然加入战团 会给这一场世界大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这一讲我会把这些问题简单做出交代 我们先来复盘一下桂林之战的战果 庞娟虽然败了 但新进投降过来的邯郸还在卫国军队的掌控之下 而庞娟的回援大量 因为一来追求行军速度 二来啊 轻敌的缘故只带了少数清兵 没带主力部队 所以就算败了 实力并没有减损多少 只要稍加修整 一定还有再战之力 在这一点上 此事通前的记载很容易让人误解 以为是魏国主力在战胜赵国之后 在回师途中和齐国军队开战 败得很惨 齐国这边 平陵既然攻不下来 主力部队呢就很难直逼大量 就算可以迂回过去也势必会被大量和平陵的魏军呢 前后夹击 更挡不住旁旋的主力 那些小国诸侯们 这个时候都公然和魏国翻脸 假打赵国的宋国也好 无起故乡的那个魏国也好 都和赵国齐国站在了一起 楚国浑水摸鱼 抢了魏国一点地盘 看来对于魏惠王而言 桂林之败损失的主要不是国力 而是江湖地位 竹书纪年从魏国视角讲出了湘陵的遭遇 宋国将领 景善和魏国 魏生的魏 魏国的将领 公孙苍 会同齐国军队 围攻我国的湘陵 辞者通见把这件事编在了下一年 也就是周贤王十七年 竹书纪年记载在湘陵 遭遇联军围攻的同一年里 齐国将领田济 攻打大量东郊 和我军在桂林交战 我军败了 那么魏国主帅庞涓 到底有没有背秦呢 很难讲 不过就算庞涓真的背秦 孙兵看来呢 也没有太为难他 反而放他回去 这就导致若干年后 这一对师兄弟再度交手 不但决胜负 还要决胜死 所以孙旁斗志的故事 现在只是告一段落 后面还有第二回合 但就在桂林之战 刚刚结束之后 不知道魏国 游水领兵 会不会还是庞涓 做出了很有力的反击 借助韩国的力量 打败了围攻相邻的诸侯联军 迫使齐国通过楚国大将 警舍向魏国求和 而赵国这边 魏国虽然占领了邯郸 但恐怕不愿意树敌太多 所以反而和赵国结盟 然后归还了邯郸 这是后话 具体情况 后文再来详谈 回到眼前 韩国哪里去了呢 在桂林之战发生的时候 资质通鉴记载 韩国正在忙着攻打东周国 从东周国原本就很可怜的地盘里呢 夺走了林冠 领秋两座城义 你对领秋应该还有印象 前面讲过三禁伐旗 有一场牵动各大势力的领秋之战 直接影响到三家分禁的结果 从地理上可以判断 当时作为战争导火索的 那个领秋 肯定不是现在被韩国夺取的领秋 战国的地名呢 经常有这种同名一时的情况 更让人头疼的 还有一名同时的情况 在同名一时的情况里 最突出的就是楚国的都城 名字叫尹 按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地点 我们应该很容易确定它的位置 但是历朝历代的学者 都被尹都的位置折磨惨了 无论确定在哪 都会和某些史料发生严重冲突 这是因为楚国呢 经常迁都 新的都城继续使用尹的名号 迁都次数太多了 尹字的前边呢 还会加上当地的实际地名 作为前缀 直到近年发现清华简历 有一篇定名为楚居的文献 才算搞清楚楚国人的命名思路 从楚居来看 尹的本字应该是三点水旁的尹 意思呢是师弟 师弟一居 随着人口增多 师弟呢被改造成成义 三点水旁的尹 就变成了耳刀旁的尹 一开始是楚武王住在这里 这里呢就成为了楚国的都城 后来历代楚王 无论迁都到什么地方 驻地啊都叫尹 也就是说啊 尹呢不是专名 而是通名 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首都 当迁都的次数多了 楚国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 就必须在尹字前边 加一个实际地名的前缀 否则呢就没法区分 所以才有了凡隐 恶隐 烟隐 这类的名称 接下来 我们就要沿着资质通鉴的叙述次序 看看楚国的情况 在桂陵之战和韩伐东周的同一年里 资质通鉴记载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楚国的赵锡旭 就任国家总理 事实上 赵锡旭在这一年之前 应该就已经担任总理了 还以国家总理的身份和警设 争论过该不该救援赵国 司马光对各国总理的情况 一直都很关注 因为北宋的儒家官员 大多呢都有一种 士大夫和皇帝 共治天下的理想 认为国家大事的实际操盘手 应该是宰相 而不是皇帝 这种意识体现在编修史书上面 就会像资质通鉴一样 对各国总理呢 多花一点笔墨 记述他们的性格特点 解决难题的思路和执政风格 齐国总理邹记已经介绍过了 韩国总理申不害 很快呢就会出场 现在要介绍的 就是楚国总理赵锡旭 赵锡旭的事迹流传下来很多 但资质通鉴只选择了一件事 那就是赵锡旭 平生遇到的最大难题 有一个名叫江蚁的很有心机的小人 一直在算计它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例子 虎甲虎威的预言 就是江蚁编出来 影射朝夕旭的 江蚁啊很有羞辞水平 这一回呢又编出来一个预言 江蚁对楚全王说 有一个人呢 很喜欢自家的狗 有一次这只狗向井里小便 啊 邻居看见了 想进去告诉狗主人 这只狗呢 却守着大门 要咬这个邻居 现在赵锡旭 很讨厌我来见你 也是这么个道理 再说了 如果有人喜欢夸赞别人的优点 大王啊 您会觉得他是君子 愿意亲近他 而如果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缺点呢 大王您就会觉得 他是小人 因此疏远他 这样一来 一旦发生儿子杀害父亲 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情 大王您呢 永远都不会知道啊 楚全王啊 被打动了 说道 你说得很好 以后两方面的情况 我都要听 姿势通鉴的叙述 就结束在这里了 我们如果把这段对话孤立来看 会觉得江蚁不但说得在脸 而且呢 话术很高明 先讲一个接地气的故事 然后隐身再反常识 让楚全王明白 就算真的 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但那些是非啊 也是值得一听的 江蚁作为历史上的小人典范 把挑拨的手段 施展得炉火纯情 到了江蚁的这样的段位 讲出来的道理 非但不是歪理 反而是很高明的正理 胡家虎威 是你已经见识过的 即便时过境迁 人们甚至不记得这个预言的本意 是要重伤朝夕处的 但胡家虎威的道理 可以超越具体的语境 经典永流传 狗尿范的这个预言呢 虽然不如胡家虎威那么经典 但江蚁出手 必数精品 但是司马光好像 并没有把故事讲完 因为沿着江蚁和楚宣王的 对话逻辑来看 故事里的邻居 对应着江蚁自己 狗主人 对应着楚宣王 狗对应着朝夕旭 朝夕旭 之所以阻挠江蚁 去见楚宣王显然是怕江蚁 揭发自己干的坏事 楚宣王总该问问江蚁 到底要揭发朝夕旭的 是什么事呢 而资质通前的叙述 到这里戛然而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